古希腊的第一位哲学家是泰勒斯 他曾预言公元前585年5月28日的日史 由此可以推断他大概的生活祖日期 泰勒斯曾经游历埃及 他知道埃及的那些创生神话 他还懂得如何计算基斯坦的高度 泰勒斯的名言有 别人为事而生存 不为生存而始 在数学的天地里 重要的不是我们知道什么 而是我们如何知道 泰勒斯年轻的时候 他母亲劝他结婚 他说还不到时候 当他年纪较大的时候 他母亲逼他结婚 他说已经太晚了 后来有人问他为何不想结婚生子 他说是为了孩子着想